营状抬头 朦胧夜色中赫然一座黑铁塔 矗立在屋顶正北 声音声疏不变 不禁沉声喝道 你是何人 竟敢入宫谋逆 屋顶黑铁塔又是一阵大笑 在下岳阳令未染事也 谁个谋逆 刀剑说话 他手中一面另起啪的劈下 一阵尖利的牛角号 骤然划破了夜空 寝宫四面沉雷滚滚 四面屋顶也骤然竖起了四道黑色人墙 左书长 四面伏兵包围了寝宫 一个斧力举着火把冲进来高喊 屋顶未染高声道 诸位老君听了 营状狼子野心 格杀勿论 而等老秦功臣走出秦宫 一概不咎 但从谋逆 连作同罪 营状冷冷一笑 对老君们环绕拱手 慷慨激昂道 人想大功告成与诸位共享秦国 不详 众贼恶技 诸位都有七室家园 快出宫去 火把下 两百老君刷得举起刀剑 齐声大吼 揪揪老秦 共赴国难 誓死追随公子 营状双眼顿时湿润了 向老君们深深一躬 转身对着屋顶一声嘶吼 为燃处罪 营状纵死 也要将贼 罪恶大白天下 石油天月剑一辉 冲进清宫 搜出王室 两百老君纳喊一声 向四面大雾中冲去 此时一阵更加猛烈的呐喊 骤然响起 炸雷当头令人震颤 四面大雾中轰轰涌出四排 顶盔冠甲的黑色铁塔 甲叶铿锵中箭声光 青铜面具一片森然 一看阵势便知 这是秦军铁英瑞士到了 影状一正还没来得及发令 老军们齐齐呐喊一声杀 冲上去杀在了一起 老军们身经百战 人怀必死之心 越是遇到强敌斗志越是勇猛 此刻见铁英瑞士出动 更激起好胜杀心 分明以杀死一个铁英瑞士为无上荣誉 虽则如此 老军们毕竟年岁已大 其大都累累伤病在身 冲到铁英瑞士队前 如碰到了铜墙铁壁 秦军铁英瑞士都是千万选一的猛士 活生生一座杖二铁塔 比不一老军们足足高出两头有余 虽然每排只有五个铁英瑞士 间距展开 却将每面走廊堵得严严实实 老军们呐喊杀来 几乎是十对一的围杀 黑铁塔门速力无声 但有刀剑到来 众剑伸出之一脚 总有四五口刀剑带着尖锐的哨音 飞上屋顶 片刻之间 老军们手中的刀剑十之七八脱手去了 老军们气血上涌四面嘶吼 一起徒手扑来 此刻景象令人惊骇 连站在廊下的营状也被震慑得目瞪口呆 铁英瑞士一起抛开了手中重剑 徒手抓起一个个老军向房顶抛去 只见一个个身影嗖嗖直上夜空 恰似一个个老军轻身飞去 尚未被扔出的老军们 有的爬有的站有的跳 或抱住黑铁塔的腿腰猛力拉扯 或在黑铁塔的背部头部猛烈锤打 可黑铁塔依然黑铁塔 坐坐纹丝不动 没有一座移动位置 没有一座停止手臂的挥舞飞制 不消片刻随着屋顶连珠大鼓般的高声豹树 天井中的两百老军踪迹皆无 银庄毛发倒树血脉愤张 炸雷怒吼一声疏的飞身上了屋顶 令银庄惊异的是 屋顶上只有寥寥几个身影 朦胧月色下 魏冉哈哈大笑道 银庄大喝一声 右手一甩 弯弓式的银油天月剑 闪出一道青色光芒 砰的定在了屋脊石鹰上 银庄冷笑道 哼 收拾你这处贼用得着玷污天月剑 魏冉手腕一斗铁剑铺的插进大瓦之中 好 今日未然也捂他一回 踩着硕大厚实的瓦片大步走了过来 此时寝宫一声高喊 大哥且慢 芈蓉来也 天井中嗖地窜上了一条黑影 恰恰落在了营状面前 营状齿缝间丝丝冷气 芈蓉 你杀死了我营犁哥哥 乱国贼子仁仁得而助之 杀死尖妖 芈蓉大功 储贼 你敢咒骂他 营状一声大喝 从战靴中嗖地拔出一口青光闪烁的匕首 仰天大叫一声 李大哥 看我手刃储贼为你复仇 一个前扑 匕首直刺芈蓉胸前 魏冉退到了对面屋顶 看看芈蓉未必能战胜迎撞 手中另起一批顿时 从寝宫庭院飞上五名铁鹰瑞士 踩得屋顶一阵嘎吱乱响 魏冉是朝政谋划 决斗能杀则杀 决斗不能杀则震杀 决不能以迂腐决斗规矩放走了这个大奸元凶 此时 芈蓉与营状斗得难分高下 芈蓉清灵却无法近身致命击刺 营状蒙勇力大 却总在致命一击时失之毫离 魏冉猛然大喊一声 太后请回宫 与你无干 营状闻声回头 芈蓉恰好一脚踹到胸前 营状一个亮枪轰然倒退 直停停跌落在天井石岸上 一声沉闷的嚎叫 没有了声息 魏冉高声下令 收拾尸体 撤出寝宫 片刻之后 魏冉接到三路捷报 寝宫另外两支老军 被两百名埋伏的铁鹰瑞士 如法炮制 权树活禽 进宫甘茂丞相府 与芈蓉府邸的影险部族 阳公一时 便与白山的一千铁骑会合 包围了营状府邸 将府中人口全部拘押 甘茂亲自率领一千甲氏 进入王宫守护 各个要害重地 均被看守戒严 甘茂与魏冉在王城广场会合 第一句话是 营状如何 不能留口 魏冉大笑 英雄所见略童 来 丞相燕鸣正身 两个士族抬过一具尸体 甘茂举起火把一端响 长须一声 软倒在地上 秦武王葬礼完毕 咸阳刚刚松了一口气 又紧张起来 这次是甘茂与魏冉起了摩擦 先是小别扭 接着起冲突 相互都坚持 要霸出对方 英纪刚刚即位 两眼一摸黑 夹在中间不知如何是好 索性闭门不出 以静置动 只等米王妃回来 少年新军营记隐约觉得 两人冲突的由头 虽是对骤然报亡的 秦武王葬礼的礼仪成事 看法不同 但实际上一定有更深的根由 不能简单处置 两大臣波浪一起 给本来动荡不宁的咸阳 平添了几分乱象 朝臣惶惶 无人敢于主事 英纪无奈 夜访处理急求教 老丞相听完英纪一番续说 点着手杖 黑黑笑道 做事未然在理 做人感冒在理 老臣敢问我王 此番即位 做事第一 做人第一 营记板着脸道 老秦规矩 几层做人第一了 出力及目光大亮 嘟嘟点仗道 既如此 没有解不开的死结 我王明日朝会便是 次日朝会 营记申明 只决一事 先王如何安葬 于是一概不论 甘决未然 各自慷慨沉情 殿堂一时沉默 出力及带着一班白头元老上殿 异口同声的请求 将秦武王安葬回雍州陵园 出力及点着手杖 黑着脸道 武王在位 武王在位两年鱼 丢弃连横 不休国政 仗势一己无勇 无端树敌于天下 一朝报王 正见天道昭昭 若得配享孝公会王之策 讲公罚过之秦法何在 老臣一言 我王定夺 这番话一出口 举电肃然无声 甘冒无从反驳 一怒之下 拂袖去了 安葬难题解决了 急需整肃的朝政 谁也难以着手 营记又求教于出礼集 老丞相却又是黑黑笑着 急不得 急不得 没有杀伐决断之力 还是等等再说 营记聪明睿智 想到这些全臣 再朝再也都是盘根错节 一时如何能去触动 叹息之下 索性身居简出 艰难时刻 白起护送米王妃 回到了咸阳 寻日之间 米王妃的小小寝宫 门庭若是 先是甘冒 节祖 先登 单独与米王妃会谈了 整整一个白天 接着是魏冉 又与米王妃整整 说了一个通宵 梅德休憩片刻 米荣迎险 又相继前来密谈 直到暮色降临 夜来正要歇息 又是白头元老们 三三两两的前来拜夜 一则探望这位多年不见的 昔日王妃 今日太后 二则是漫无边际的序道 米王妃 丝毫不见疲态 来一波 应酬一波 笑脸春风 人人满意 如此 三五日一过 昔日的老宫女 老内侍们 见缝插针 落意来见 人人都要说一番 思念之情 都请求再回到太后身边 米王妃好耐心 对这些下人分外在心 依依皆见抚慰 多少都要赏赐一些物事 能留则留 不能留便安插到宫中作坊 做个小头目 人人皆大欢喜 接着 元老大臣们的妻妾 也一茬一茬的来了 这些妻妾们不谈国事 带着各色珍贵礼物 带着年少的儿子女儿 有亲情的续亲情 无亲情的诉说仰慕之心 熙熙攘攘 叙叙叨叨 米王妃照样 一团和气 人人皆大欢喜 盈妾天天要来拜望母亲 可每次来都逢母亲与人说话 不是密谈 便是宾客满堂 白日如此 夜晚如此 寻日之间 盈妾竟不能和母亲坐下来说一句话 好容易插得一个空 母亲却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刚刚看着盈妾一眼 便浮在作案上睡了过去 盈妾大势生气 下令楚姑守在寝宫门口 不许任何人觐见太后 说也奇怪 楚姑提着吴沟 往宫门一战三日之中 竟无一人求见 与前些日的热闹相比 既是门可罗雀 秘王妾也是不可思议 三日大睡 不吃不喝 直到第四日 方才醒来 盈妾实在忍不住了 母亲如此拘腻俗礼 为时令人不解 何时能解 你就成人了 秘王妃没有生气 反而微笑地看着儿子 镜子梳拢着长发 还有几个人没有来过 得我去看望他们 啊 还有人没来过 人流如梭 门庭若氏 有谁没来啊 老丞相出礼籍 咸阳令白山 前军主将白起 笑的了 盈妾笑的 哼 出礼籍 老籍不便出门 白山不想凑热闹 白起刚刚迎接母亲回来 来不来 有声要紧了 母亲倒是计较 秘王妃看了儿子一眼 你懂个甚来 好好学着点 这三个人才是注识 一个是元老魁首 两个是大军司命 若白是生变 你那兵符也不值几两 盈妾不以为然 此次大事 由旧宫执掌运筹 常向监领上将军 甘茂镇守咸阳 此两人才是注识 即不能看透人事 何以为君灾 秘王妃叹息了一声 未然财具鸿阔 但秉性刚烈 霸气太过 可静难平乱 可治国里民 不可长期秉证 甘茂智大财书 即便有余心胸狭隘 分明无兵家之财 却领受上将军要职 看似全奸将相 实则一泉难行 否则何以将这场功劳 拱手送于你旧宫 这是他的虚荣处 既无根基 又无大财 却总想在权衡折冲间 见功利业 此等人物可维持朝局 不可开拓大功 赢荡以甘茂为助食 下场如何 你又是甘茂为助食 想重蹈覆辙 想落万事骂名 赢记惊讶了 在他心目中 母亲只是个智慧贤良 心智坚忍的女人而已 母亲极少谈论国事 更没有过调分履息的 脏痞过人物朝政 反而是对赢记 在艰难的人质日子里 经常冒出来的雄心 与见解都一概地 大家褒奖 于是 赢记更加认为 母亲只是一个 慈爱贤良的母亲而已 从未想到过 他在国事上 有过人见解 等候母亲回来 原本也只是指望 他稳住那些白发元老而已 正因如此 赢记对母亲 回到咸阳后的多方应酬 才生了气 渐渐老人消消郁闷可也 如此来者不惧 真是妇人之人 母亲对她的埋怨生气 从来不放在心上 总是一句话 一个微笑 轻轻荡开 依旧我行我素 从来不多说 今日母亲破例了 一席话 是赢记 身为震撼 对旧宫 对甘茂 母亲的评点 入目三分 自己内心 隐隐约约的念头 母亲三言两语 点个通透 营记天赋极高 不禁深深一功 母亲所言大事 孩儿受教 继而 我是这般想 密王妃根本没在意 儿子少有的郑重恭敬 从同镜前 站起来道 咸阳大事出定 牧下药物是 理清这团人事乱麻 开罪于人的事 你不要出面 娘替你料理了 日后朝局纳入正轨 你去建功立业 营记轻松地长须一声 母亲所言 既所愿也 我欲多读书 多看一阵 只是累了母亲 儿心难安 密王妃笑了 亲切地拍了拍少年 营记的头 哟 一朝做了国君 长大成人啊 说得好 你是要多读些书 多经些事 有时离开咸阳 离开父王 对朝局大政所知甚少 你是要多看看 多想想 学会如何做个好君主 你父王当初 也是远离国政多年 回到咸阳后 跟商君历练了五年国政 才放开了手脚 营记低声问 母亲以为 从何入手 可理乱象 密王妃笑道 这便开始学了 听着 府邸抽心 从宫中开始 营记大事愣政 略一丝存 惊讶道 母亲是说 慧文太后 密王妃点点头 对 她是营状的主根 元老们的指望 有她在 后患无穷 营记心中一颤 莫然无对 莫然无对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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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